淡水愚人码头内台湾海巡署逮捕一名驾小艇闯入的中国籍男子 引起台湾各界关注 中国男子违法闯入淡水河 台湾政经中枢受威胁防卫失守 行政人长卓荣泰表示将厘清责任并做出处分 相关单位行政上的调查 务必要很清楚厘清责任 甚至也要明确的做出处分 第二个也立即要求各个国安团队所相属的相关团队 必须立即的加强所有的防复措施 因为国家安全没有一分一秒可以疏忽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则在受访时指出 该名男子曾经担任过中共海军 还做过舰艇艇长 不会相信他说要投奔台湾 而且不排除是中共试探台湾 目前判断小船是直航台湾 直航是更有利于中国做测试的 他们用这样的小船测试说 我直接航行过来的可行性如何 从它的速度以及这个距离 以及它的用油的情况 从这些市政来看 它比较会是一个直航 但是我们仍然不排除有其他的可能 管碧林指出 本岸海巡人员的确有失守级误判 在可应处的30分钟内没有负起该负的责任 负责干部已经自行处分 国防部也将与海巡演绎如何协作 有关于这个样子的一个单艇式的这样子的一个平时 的一个催不济防的一个进入到渔轮码头相关的地方 那我们会跟海巡再来好好的演绎 因为这是要跟海巡互相协作的 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 目前非属于战时的军事行动 海巡因会做事先处置 由国军加以支援 针对中共利用类似事件侵扰台湾 国军也将研议如何加强防堵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一豪胡宗汉黄雁玲 台湾台北报道 太阳金位了